哈囉,大家好,歡迎到Y.A.Diary 我們最近在ID上面發起了 Moleko小花式的拼貼加年華活動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一起參加呢? 那為了這個活動,我們和小璇準備了非常多很棒的禮物 包含了筆帶、蹄帶還有紙膠帶這些類型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主要是要來記錄一下 這一些禮物背後的準備過程 因為呢,我們和小璇有找來幾位文字控好朋友們 一起幫我們來做整理 比方說我們要先裁切還有分裝紙膠帶 以及要大家分別的乾印章素材啊 還有各種的準備,這些都非常群策群力 好,那我們準備要請完我們的禮物分裝工廠啦 走吧! 我們首先來到現場囉 看到另外一位主辦人小璇 她帶來哪一些厲害的印章呢? 我的天啊! 這個是去年出的郵票小故事印章組耶 看看這裡還有咖啡小貓 這些數量也太多了吧 那我們的工作人員們 會各自的挑選幾顆印章 分別蓋在空白的模造紙膠帶上面 這樣子得獎者呢,就可以一次擁有很多不同圖案的印章素材啦 直接剪下來就可以使用了 非常方便 不過喔,因為這個是純手工的流水線工廠啊 所以圖案旁邊可能會有像這樣子 或者是啊,有一些會稍微蓋不太好 那如果真的蓋到糊掉了啊,我們會盡量補蓋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含手工工廠的產線 那如果有抽到獎肉剛好比較介意的人啊 覺得不需要這樣子禮物的話 也可以提前告訴我們喔 我們可以把這一卷抽掉 不過呢,就等於是禮物會少這一卷 好,我們繼續回到現場來看一下這些紙膠帶吧 我和小璇把自己的馬路口小花式產品全部帶來了 一共有這麼多款喔 有一些是絕版的紙膠帶唷 你各位啊,看看看看 我們會從中挑選出適合來分裝的 所以預估啊,應該是會有代理性紙的居多 好啦,看一下這一點的紙膠帶衫 我們就馬上開工吧 OK,經過了好幾個小時的分工合作 我們的幕後團隊創造出了這些卡片 第一款像這一種大張厚厚的透明片 會是抽獎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禮物 那這種郵票卡啊,是第二第三名的禮物 至於這種尺寸更小一點點 但是又比名片卡還要更大的卡片啊 會是第四名的禮物 還有這幾個酒精瓶喔 我忘記介紹了 他們是第四名的禮物喔 我是覺得它很實用 又非常可愛耶 而且大家貼的都很漂亮耶 我自己也很想要 好,那禮物的準備到這邊差不多結束了 我們就來按照名次進行禮物的分鐘吧 登啦 我們從第四名的禮物開始包吧 畫面上喔 是四位第四名的指教帶試吃包分裝 那一卷大概是長度 二十到三十公分左右的長度 但有一些我看圖案如果是有被卡掉的話 會自動延長的 再來這邊是給三位第三名的將者的分裝 和第四名一樣也是九卷 不過長度啊 會比第四名的部分 圖案內容再長一些些 兩位第二名的指教帶分裝在這裡啦 看到第二名這邊我們來題外畫一下 我把嘴板的四季童畫拿來分裝 兩位第二名可以獲得的是半循環的夏季 那剛才第三第四名啊 就是長度更短的秋季和冬季 嘴板好物就是讚 最後我們來看第一名的指教帶分裝 這邊呢全部都有一個循環喔 以四季童畫來看的話 就是一個循環的春天 所以它裝起來就會相對來說 比較飽滿一點點 好我們最後來好好看一下每一個名次 分別可以獲得什麼樣的好禮物吧 第四名的四位 可以獲得我們的拼貼酒精瓶一罐 還有前面看到的拼貼小卡片一張 以及我們包裝好的 絕招帶試吃包組合 還有蓋裝素材 第三名的三位 會獲得Maruko小花式的吊飾一個 以及我們拼貼的郵票卡兩張 同樣也會有絕招帶的試吃包組合 和蓋裝的素材 第二名的兩位呢 各自可以獲得Maruko小花式的可愛筆帶一個 還有轉一貼一份 半型的指教帶組合包 以及蓋裝的素材 那拼貼卡的部分呢 會有厚厚的透明片一張 還有前面提到的郵票卡一張 最後的最後 是我也好想要當的第一名 這一位啊可以獲得Maruko小花式 和動物園聯名款的小提袋一個喔 是非常可愛的石虎耶 再來還有轉印貼兩份 以及一群環紙膠袋組合包 還有蓋裝素材 最後是兩張厚厚的透明卡拼貼 那最後禮物啊還有可能會增加 不過呢不會再減少了 我們一起來經個Maruko小花式 感受拼貼的無限美好吧 好那看完剛才的影片呢 想必大家應該對我們這一次 活動準備的小禮物們 有一個初步的認識了 那趁著活動的最後幾天 我們也邀請大家 一起來享用我們的活動 只要在8月14號之前呢 你有在IG上面上傳15篇 使用到Maruko新舊作品的拼貼 那就可以來參加我們的活動了 我們會在下個星期 等我們統計完了 符合抽獎資格的人之後呢 就會進行抽獎了 到時候再公布給大家 以上呢是這一次的Maruko小花式 拼貼嘉年華活動的幕後花絮囉 如果交代不周 還請各位見料 也希望除了可以享受到 拼貼馬拉松的樂趣之外呢 各位也可以收穫到 滿滿可愛的Maruko小花式素材 還有周邊 我已經迫不及待要看到 各位美好的平均咯 我們下面見啦 拜拜